你又要去的 别再来了 别再来了 请进 请进 你怎么在这儿 你为什么会到这儿来啊 我应该是走错楼层了 我要去设计师 这层都是我的办公室 你找设计师 在楼下 好吧 那我走了 等一下 我刚有事找你了 去一趟我办公室 我帮你拿 我自己拿就行了 你还不知道吧 这家公司的老板呀 特别喜欢扣员工的这个奖金 你看咱俩都这么熟了 我不能扣你吧 万一碰到老板的话 那你这个钱包不就受委屈了 是吧 来吧 给我的呀 李师傅的小院自然弄好了 但是我刚才还少了很多东西 然后让采购部列了一个清单 他们不太懂刺绣 你帮我再审核一下 你说这也太多了吧 我准备把那个园林啊 再扩建一下 你们公司也太有钱了 有客人在啊 雪梁 你们应该见过李师傅的徒弟 莫菲 莫小姐 你好 要见面了 你好 你们这里都忙完了吗 新一季的设计都准备得差不多了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看一下 好啊 那你没有任务我就先 你要不要一起啊 我可以吗 你跟我一起就可以啊 好 走吧 来 这边 站站站站站站 你是哪个部门呢 现在设计师出于严格保密状态 万人是不能进来的 她是我带过来的 好啊 咱们进来看看 躺躺躺躺 躺 怎么了 我进去这种不合适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你这胸前带的不是明运集团设计师吗 这只是名字牌上面这样子 我就是来参赛的 咱们在诉说训练的时候 你表现不是挺好的吗 等一下该说什么说什么 该做什么做什么 搭搭搭搭搭的 那能一样吗 这有设计师在 我这不是得罪头 好好表现 双倍浪费 双倍 你来说说怎么样 好 我觉得好看是好看 只是缺少一点 品牌的个人特色文化 莫小姐 你这个话说得这么模棱两可 你觉得实际问题是什么呢 就拿这件衣服说吧 职业风 简洁干练 衣服的质感也很好 只是这和二零一五年 阿玛妮春夏系列太像了 连扩型都是一样的 还有另外一件 这件衣服用了中国交领的设计 领编和裙摆也用了中国的元素 只是这和二零一九年设计 在米兰发布的新品很像 就连蝴蝶结都很差不多 莫小姐果然是很厉害啊 往年各大品牌的设计样式 都能记得住 我也只是随便说说的 如果有说的不对的地方 请尽量 刘培 这个系列是你负责的 你给大家好好解释一下 设计师应该好好爱惜自己的羽毛 万一被扣上抄袭的帽子 你摘都摘不掉 唐总 这个 巧合其实 什么 巧合 你身为一个专业设计师 就用巧合两个字来解释 我问你们一下 你们知不知道咱们公司 为什么这么多年 跟海耀公司 没有任何的联系和合作 那是因为三年前 他们的设计师 有抄袭过咱们的作品 我光打官司 又打了两年半 你知道今天幸亏人莫非啊 如果这个东西新品发布了 不是你辞职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你要付巨额的赔偿金 还有公司所有的损失 明轩 会不会是有什么误会 我们要不要先调查一下 再下结论 什么误会啊 来 看一下 这个 还有 你们两个今天把这个事情 好好研究一下 给我写一个检讨报告 下不例外 你不要比赛了嘛 走吧 好 请进 请进 你的小可爱给你送爱心午餐来了 感不感动喜不喜欢 我说你快帮我看看哪里需要看 看什么看 先吃午餐 你这 我 我放在那儿把我布都弄得了 好了 你看 不是我说你啊 你现在可是在民运集团 这所有设计师都羡慕了金字塔顶端 你怎么不出下自己的个人形象啊 这这这不是挺好的吗 不过都是你啊 你今天穿得格外的美丽啊 你到底是来比赛还是调金柜许 这算是要比的 这金柜也要调嘛 来吧和我说说 你的金柜怎么样 上钩了吗 什么金柜啊 什么金柜银龟的 我这儿又不是什么羽塘吗 怎么都会 得了吧 你也不知道啊 现在明运剩下全部都知道 唐总把你带到设计室的事情 大家怎么说呀 大家就说 唐总真的是 冲冠一怒魏红颜 只是因为你的一句话 把半个设计室的人全开除了 真的吗 不 这没有一句实话 那哪句是实话 你告诉我呗 肚子饿了 我们先吃饭 不是姐姐 人家都好奇一早上了 你就告诉我嘛 他们说的不是事实 可我可是两只眼睛 看见唐总大包小包的 给你送到设计室 这总没有错吧 我说你买生间怎么没有错啊 怎么可能没有错要 小龙你看 不是 你转移话题是吧 我问你问题呢 你要什么错呀 怎么样 在这边还习惯吗 有什么需要的就告诉我 我让他们给你准备 都挺好的 谢谢小总监 谢什么呀 我早就听明轩说 你在绣坊的事情上 帮了很大的忙 是我应该谢你 您和唐总太客气了 绣坊能和明月合作 我也很开心 之前咱们俩还有点小误会 明轩她一直担心 所以我始终没有找到 合适的机会 就没来打扰你 之前的事情 我也有做到不好的地方 希望您能了解 你看 我就说莫菲是个爽快的人 明轩她还不信 回头我得说说她 太不了解女孩子了 对了 这个是跟我们明轩 一直合作的化妆师 你比赛的时候可以联系她 让她给你的模特做妆法 谢谢小总监 可是这不符合比赛规定吧 没关系 这又不是什么大事 只要能帮到你的地方 我跟明轩都会尽力的 你有什么需要就直说 既然我们拿你当朋友 你也别见外了 那你先忙吧 谢谢小总监